好 关于台风的最近消息 我们会随时的为大家注意提供最新的报道 继续来看到其他的社会消息 银亮曾经在电影《玩命关头》当中 亮相过的百万跑车 在10号中午 因为驾驶闯红灯 在桃园金国路还有春日路交叉口 当场跟绿灯执行的小货车发生了碰撞 导致小货车当场翻覆 而肇事的超跑翻了一圈才停下来 整个过程非常惊喜 组组一辆白色百万跑车 以似红灯执行 突然冲到路中间 执行小货车根本来不及反应 懒腰撞了上去 碰得一身 小货车整辆倾斜翻覆 照射的超跑90度翻了一圈 这才停下 事发现场百万跑车 车门凹陷变形 车窗破碎 车内气囊全爆开 而遭撞的小货车横躺在马路上 救人员紧急到场 因为这一状 照射的跑车驾驶 时常有局部擦错伤 小货车驾驶则是左手左膝擦伤 所以两人意识清楚没有生命违宪 双方皆为轻微擦伤 经测试 双方皆为酒驾行事 10号中午10点多 在桃园金国路和春日路交叉口 招式驾驶从商场地下室出来 疑似闯红灯才念火 电影《玩命关头》中的出现的车款 就是车祸中的百万跑车 新车要价200多万福特爷马 搭配2.3涡轮 马力更有300匹 因为起步快流线造型深受年轻人喜爱 但这次光是修车费用就要将近50万 整个维修的板金的费用大概三五十万 价格入手便宜嘛 然后外形好看 话题度是很十足 所以现在年轻人喜欢买这样的车 这回招式驾驶不但得花上高额的修车费用 还得赔偿伤者医药费 接着林朱强桃园报道